好 另外我们就带您看到 这是长庸集团今天办春酒 董事长张国伟被问到了 长庸有没有可能也推出廉价航空 张国伟他就讲了 他说他认为台湾根本不适合发展廉价航空 因为他觉得台湾的市场太小 开开心心喝春酒长庸航空董事长张国伟 畅谈同业竞争 但有些话不吐不快 台湾基本上两千五百万人口 讲一点就一个东京都 这个东京都的人口而已 其实在国伟的市场很大 廉价航空在短期之内 我们并不认为对台湾是非常有利益 面对华航复兴纷纷抢进连航市场 张国伟不以为然 长庸目标还是要抢攻金字塔顶端客层 我们是要做金字塔顶端的市场 我们希望是可以跟新航 跟我们的区域的盟友 像新航国泰 前日空这些一级的航空是并驾而去 而不是说把我们的这个设备 是在往下挡去做廉价 长庸航空今年迎接最大交机潮 一共引进九架新机 预计七月起每周将增加六个北美航班 除此之外 明年也渴望新增 休士顿 芝加哥两个新航线 空中运输火力全开 至于长庸集团旗下的长庸国际厨运 今年则接获Costco大单 全全包下仓库到门市的卡车物流 同时海运部分也会有18艘大船加入战力 你连门的话 你在厦门就装满了 直接就开到美国西岸去了 这个trasystem就起码可以 节省三天跑不掉了 三天四天都跑不掉 长庸集团陆海空三件齐发 今年渴望让集团迈入新的高峰 三立兄弟送别定心啊 太不到